欢迎收看2018年KPL春季赛最佳阵容 在经历了第六周的低迷之后 西部终于有两名选手在第七周入选最佳阵容 东部选手中RGM暴风锐状态神勇 连续三周蝉联最佳中路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常规赛第七周最佳阵容 最佳上路获得者Hero 西西 最佳打野获得者BA黑凤梨 小兽 最佳中路获得者RGM暴风锐 最佳下路获得者XQ Knight 最佳辅助获得者RGM一笑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第七周Hero酒精依旧在西部赛区独占凹头 其中Hero酒精的上路选手西西 每分钟经济达到了703.2 位于全联盟第三 经济占比23.2% 位列全联盟第四 在对阵GK的第一局比赛中 几方陈奥金边路被抓 西西的刘邦使用大招统一战场飞至队友身边 并果断选择反打 R技能双重恐吓控住两人 掩护陈奥金撤退的同时 为队友支援争取时间 最后配合队友反杀李源芳 吹响反攻号角 逆转比赛局势 最终Hero酒精成功拿下第一局 随后一鼓作气连下两成横扫GK 提前锁定季后赛席位 BA黑凤梨在第七周 以近乎碾压的态势击溃了威凤蒂 其中 BA黑凤梨小兽的发挥可圈可点 他的每分钟经济数据高达746.9 位列全联盟第一 KDA与击杀参与率分别为35和83.3% 都位于全联盟第二 在和威凤蒂的比赛中 他总共获得两次局最佳选手 在最佳选手排行榜上 预约至第四名 在与威凤蒂的第三局比赛 进行到12分钟左右 面对敌方东黄太医的闪现大招强开 小兽的李源芳临危不惧 二技能位移拉开身位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同时 一技能加普攻疯狂输出带走白起 随后二技能突进 打出苏裂被动 配合队友拿下人头 最终小兽带领BA黑凤梨横扫威凤帝 好举四连胜 第七周 暴风瑞同样牢牢占据KDA榜第一 同时 他的每分钟输出伤害 输出伤害占比 经济转输出分别以6980.9% 35.9% 10.1位列全联盟前二 凭借亮眼的数据 以及出色的表现 暴风瑞在第七周 再度蝉联最佳中路 在对阵微放地的比赛中 RGM两个人在野区被敌方五人强开 暴风瑞的嬴政集中生智 隔墙开启大招 万箭即发疯狂扫射 完美压低敌方血线 随后配合队友击杀两人 顺势展开反打 一波二换四打赢团战 并将双方经济差拉开到了7000 随后在暴风瑞的带领下 RGM三比零横扫微放地 斩获21小局联胜 再度刷新KPL联赛小局联胜记录 XQ第七周成功战胜速敌QG Happy 其中Night的亮眼表现功不可没 Night第七周的场均助攻6.5 每分钟承受伤害4737.18 承受伤害占比25% 经济转成伤7.7 均位列下落位前三 在与QG Happy的第三局比赛中 XQ中路河道强开粘住敌方两人 Night健壮迅速从下路赶来支援 只见苏烈大招蓄力 闪现跳大击飞敌方牛魔 近期闪现逃跑 Night的苏烈果断转移目标 二技能朝敌方后排冲去 即便被打出微动 Night的苏烈也丝毫不惧 一技能大残照云 反身二技能配合队友将其带走 Night凭借亮眼的操作 为XQ打出一波零换三 战获巨大优势 最终XQ成功复仇QG Happy 巩固了自己西部积分榜第二的位置 在第七周 RGM一笑的美死成商 KTA经济转成商 分别以269392 23 13.5位列全联盟前六 其综合表现位居全联盟辅助位第一 同时 他在对阵微方D的三局比赛中 紧阵亡了一次 可见及出色的生存能力 一笑是RGM最坚实的壁垒 尤其是在与微方D的决胜局中 拿到太乙真人的一笑 见敌方两人参学后撤 开启一技能蓄力 果断闪现追击 顶塔晕住敌方花木兰 紧急二技能再度控住花木兰 配合队友将其击杀 敌方白里守约试图塔下反打 一笑的太乙真人扛住成敦伤害 果断开启大招复活 助队友再杀一人 最终RGM也顺利击破微方D水晶 拿下比赛 好的 以上就是KPL春季赛第七周 最佳阵容的全部内容 您可以通过王者荣耀游戏口端 和王者荣耀助手 参与到比赛的竞猜 更多精彩内容 近在KPL王者荣耀职业联赛 我是英凯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